一直到禮拜四的话 基本上天气都还算是蛮稳定的 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不过在午后 山区可能会有一些热对流的发展 所以会有一些零星的正雨发生 封面下来的时间点 应该一大早的时候 封面就开始影响到台湾地区了 所以由北而南都会开始有降温的感觉 所以封面整个界面过去之后 大概白天开始慢慢都会有降温的感觉 那一路就会一直降到礼拜六的清晨 那会大概中部以北就是十四到十五步 这真正是夏天的天气会维持到白时 所以出门就要做好杂地的措施 多喝点水 等到白国专业 外头不再受了顺过境 注意文财的变化